豪雨來得又快又急 馬路上水來不及退 越煙越高 兩旁做生意的店家挫了一旦 趕緊拿沙包堆疊 就怕水煙進去就麻煩了 有煙進去嗎 還沒 還沒煙進去 會煩惱就對了 還沒煙進去 豪雨造成嘉義市區多數煙水 加上當時正峰下班的尖峰時段 不小心人只能在起樓下等待 因為一走到馬路上 鞋子肯定泡水 七機車經過 漸起大量水花 還有停在路旁的車子也遭殃 水煙三分之一的輪胎高 而這瞬間的暴雨 更讓嘉義基督醫院的急診部 一度積水伸到腳踝 有如一條小溪 醫院的員工不只出動抽水機 就連醫護人員也加入掃水行列 急診室的地上都是水 還有醫師直接穿上雨鞋 嘉義市區傳出多起淹水狀況 因為突然的大雨 十分鐘內下了十九毫米 是全台最高 連醫院的急診室也沒能倖免 措手不及 幸好大雨在一個小時後 慢慢停歇 淹水褪去 並未造成病患 太大影響 記者侯國文潘宇文嘉義報導 攻城市民現象物館 您在北京市民現象物館 將來港版的心理 開放 您所做的